噢 师爷 你没事吧 是的 是的 老爷 我没事 太好了 现在我们找找那个 面包房在哪里 快看啊 看那些船 快看这海浪 带来了什么 王乐 这个蛋糕房真不错 我马上回来 大海上的风暴 会把我们刮迷路的 我想我们应该帮助老爷 找到前进的方向 否则可能我们 永远回不去了 你不害怕吗 我 害怕 根本不 可是后来 那根桅杆倒了下来 情况非常危急 我 我 你又结识新朋友了 快来 我们必须在天黑前赶回去 没事 没事的 没事的 风浪可真大 你确信我们会平安无事吗 是的 下午通常会刮很大的风 不过他们会过去的 哎 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 后来怎么样了 我想 我有点冲锋了头脑 我只是想像你一样 讲一个冒险的故事 可是 我的故事是真实的 我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编造故事是不会帮助你交朋友的 好 我 我 跟我来 我们去检查一下绳索 恐怕我们没有办法赶回去吃晚饭了 也许永远都 回不去了 别担心 老爷 我们会回去的 但愿如此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一个聪明的船长会做什么呢 看起来那根断了的绳子决定着航行的方向对吗 我想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把那根绳子拿下来 我知道小猫会爬树 你抬头看一看 那个围棺看起来就像是一棵树 多么勇敢的猫啊 我说过它会给我们带来运气的 好 这次你真的证明了自己的勇气 是这样的 是啊 天马上就要黑了 他们找不到回来的路了 厨子 你现在马上去村里的广场告诉村民们 让他们把灯笼全都拿到码头上来 快去 如果我们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航行 我们会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 我们迷路了 我们跟着那颗星星的方向航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可是船一点也没有前进 看起来整个村庄要给我们举办一个欢迎仪式啊 哇 哇 怎么了冬瓜 是我的村民还有我的家人 他们点亮灯笼指引我们回家 他在那儿 他在那儿 快回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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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爱的 我真担心你们 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的小菊花 这次旅行非常成功 有我们的幸运猫 冬瓜 如果不是他的勇敢 我们根本回不了家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那些绳子 没关系 再见了水少 再见 你真的在暴风雨中救了老爷吗 你不害怕吗 我当时很害怕 可是 围杆上的绳子断了 只有我才能够爬到围杆上面 去修好那根绳子 哦 明天我们到房檐上去玩 你敢吗 不行 虽然我很勇敢 但我可不愿意去做傻事 就像我说的 我把帆船修好了 这时候 太阳下山了 我们完全迷路了 于是 我